大家晚安 在这一次小年夜凌晨的台南大地震的灾害里面 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令人鼻酸 令人掉眼泪的悲惨的情况 我们看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 每一个人从民间国内外 大家努力不眠不休 要拯救每一条可以救回来的生命 在这个同时 我们感受到台湾人聚集会 这种令人感动的感觉 但在这个同时 昨天竟然有一个所谓 台中市某州南协会的前理事长王建民 他竟然说 我们这么讲 他竟然抹黑造谣说 台南市政府消防局配合台南市政府的市长来信的 所有救出来的或者可以救出来的人 一定要等到媒体跟市长赖青人到了现场拍了照之后 才能可以继续研究 这是多么多么巨大的一个对比 另外台湾人聚集会的这种决心 概念外面这种邪恶的这种心情如何能够同时并存 这些人其中一个叫做求疑 他竟然把这种事情放在联署里面 这个动作真的这样来传播 各位朋友 是属可能还是不可能 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之后求偿 有没有可能成功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他们这些行径 有些让人害到 害到有些不知道要说什么 跟各位介绍现场国内委 第一位立委黄伟泽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曾思维 大家好 资深评论员云梅梅 大家好 资深媒体的翁水町 大家好 台北市前议员 杨师兄 主持人大家平安喜乐 好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邱毅掌的脸书 他怎么说 他说今天六节目的时候 联算的台中市都会 救难协会前理事长 王健民爆出了惊人的内幕 第一个 他说他参加台南围观大陆 救灾的时候 发现有生命迹象 由台南人马上就去接管 然后等到赖清德跟媒体搞了 才开始去挖救人 第二个 在灾区现场救出伤者了 也必须等到赖清德和媒体 派完照后再送衣 水掉 第一个 这关情形 敢有可能 现状都没人 现状的媒体 有这么多的媒体 数以百计的救难人员 甚至于千计 包括他们的家属 包括被救出来的人 如果按照这一位 自称是台中市的都会救难协会 应该台中市救难协会又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救难协会 非常多有142个 然后呢 如果这个叫做王健明的前理事长 他说的 他在电话里面跟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所讲的那个内容 对话的内容说 他们要救人 然后人家不让他们救 或者是说 里面有活人 赶快接手 台南市乡人员 说自己要救 意思是说 国家要救人 人家要救出来 才让赖清德带来 看来OK 披上去 做完秀 人家可以走 今天赖清德跟这些媒体 都必须要由我们来谴责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一个人说的 你们就那么相信他呢 这个王健明 现在我不认识他 但王健明必须出来讲清楚 今天包括相关的救难协会 之前包括这个台南市政府 是不想理他们嘛 因為萬般起頭難 都在救災大家很困難 沒什麼抓 去插你們這些有的沒的就對了 可問題是今天的事情 搞到什麼程度 你在造謠 如果你說的不是事實 你在造謠 第一 王建民有沒有在裡面救 通常救難協會的 包括民間也好 地方也好 跟所謂的警銷也好 警衣銷也好 都要是第一線的收救人員 才會在現場救 你有沒有進去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聲明 你有錄音帶 有錄音錄影 任何個證據嗎 沒有的話 雖然台南市政府不想追究 但我認為這件事情 演變到如此的地步 現在就在已經告一段落了 我個人認為 台南市政府就算不想追究 台南市警察局也應該 要有違反社會秩序委 我給他移送法辦 為什麼 如果你說的是假的 你沒有親眼看到 你沒有親眼在第一線救 你怎麼可以這樣造謠呢 因為你這樣的一個行為 使整個全國人 都認為自己是台南人 大家都在期待奇蹟的出現 大家都認為賴清德不明不休 連馬英九總統都認為 這樣他很辛苦 賴清德辛苦的給他鼓勵 全國都在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親眼所見 如果你是第一線親自的 那我沒有話講 拿證據出來 你有沒有 沒有你憑什麼講這個話 然後呢 兩個 兩個之前當過立委的人 沒評沒句就憑人家 片面支持 你看 做到了吧 你們綠營的 台南市長賴清德 你們都是來作秀 我告訴各位 上個禮拜過年 想 本來想說發生了這麼大的一個災難 各位過年其中 本來不想發脾氣 我生平第一次忍無可忍 在我臉書 罵三字經 為什麼呢 你現在大家都在忙 我說拼乎的 大家都很擔心 那時候很擔心 裡面的一百多人 能不能平安救出來 我們都在擔心 都在受怕 都希望同胞自己的同胞人力 你去救出來的時候 今年有人去造謠說 賴清德除夕夜 也就是小年夜的隔天 竟然還溜回家吃團圓飯 你看賴清德怎麼樣 竟然還有人 無恥 我在這邊直接說 就是無恥 你竟然說 因為九二一大地震會發生 就是因為後來選給了民進黨 所以要政黨輪替 你又說這次台南會地震 就是因為政黨輪替 靠自己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人心啊 人啊 你是不是東西啊 你是不是人啊 你怎麼會講這種話 今天不分黨派 不分黨力 所有的人 就好像是你我所有的人 每個人都會遇到 今天你發生低端的時候 像九二一大地震 這樣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很擔心能夠救一個是一個 你知道嗎 所以裡面發生很多的感人的故事 那些救難人員都不免沒有不休 為什麼有這種人 我不知道啊 在我的定音 在我的心靈 你們連人的資格都沒有 可你們為什麼敢講這樣的話 如果我們都姑息 就會兩千 所以這次 這些造謠的人 各縣市的警察局 都可以用違反社會秩序的違反 把他們移送法辦 這些人造謠 這些人挑撥是非 挑撥族群 挑撥藍綠 甚至於踩在這些受難者的鮮血上 太可惡了 所以這次 一定要他們給我們一個交代 又拿出證據來證明 沒有的話 你要公開出來道歉 或者是有官機關 把他們移送法辦 這次不這樣做 以後就會有樣學樣 繼續講座 行政院長張勝正 他對著媒體說 我和賴清德 中央跟地方 我和賴清德是難兄難弟 妹妹 但是有一個叫做正兄異弟 我要問一下 請教一下 邱毅以他那個腦袋 我不管他假髮還是真髮 以他那個腦袋 他沒辦法弄清楚 這種情形是不可能嗎 但是邱毅 在他臉書裡面 照樣這樣把你嚇下去 其實老師你講的就是 邱毅是是是是是 老師你剛剛講的就是我心裡頭的疑問 我記得邱毅啦 蔡振元 那個時候在選戰方寒的時候 為了要找蔡英文家裡的土地 不是辦起福爾摩斯來了 雖然有一些烏龍的東西 但是不是抽絲剝繭 好會推理嗎 是 懷疑一大堆嗎 線索一大堆嗎 一點點蛛絲馬跡 就可以生出一篇文章來了嗎 怎麼今天就憑著一通電話 你就相信了 一個人的說法你就相信了 你不會有任何的懷疑嗎 這是我們認識的邱振毅兄弟的品質 水準就這麼容易相信人嗎 我真的很懷疑 甚至我懷疑這後面 到底有沒有一連串的政治動機操作 為什麼 首先你看從一開始抹黑這個賴清德回家吃年夜飯 各位跟高雄氣爆的時候 邱怡說陳菊回家按摩什麼什麼什麼 是不是那個手法如出一測 想一想 接下來有一個莫名其妙的什麼 台中救難總隊是吧 救難總會 都會救難總會 這個王建民先生現在又被起底了 我們也希望王建民先生你出來講一講 賀蘭有人發現 在國民黨第19次的黨代表大會裡頭 其中一個黨代表名字叫王建民 剛好也是來自於台中市 點入他的臉書裡頭 一看他的朋友裡頭 好多都認知在民間收救機構 要不然就是國民黨的高層 你再看看他臉書所有的發言的內容 很多充滿了情緒性的仇恨 特別是謾罵民進黨 那真是罵得有夠淋漓禁句的 大家說怎麼有這麼多的巧合 甚至於有人還起底說 問一問搜救總隊裡面的人 大家都說他有相關的深藍背景 所以就不禁道我們懷疑說 怎麼突然間冒出這個人物 這個人物沒有在現場 虎口隨口亂說 然後邱毅 蔡正元你們就相信了 然後怎麼就突然間有這個人 那在這樣之前的話 我都懷疑這是不是一連串 有機可循的 刻意的政治操作 政治鬥爭 是巧合 還是說設計好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剛剛特別提到 因為實在是人神共憤 很多網民真的看不下去了 就去露搜台中這邊 有沒有一個王建民這個人 這個網民就真的把他找出來 各位你看一下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第三次會議代表 台中這個人 有一個人叫做王建民 這個國民黨文常委副主委 你今天下午開始 你就知道有人在露搜這個人嗎 有沒有這個人在台中 我接收到這個訊息 是在今天晚上的六點多的傍晚的時候 接收到 當然我們明天會查證一下 到底是不是我們現任的一個黨代表 但是不管是不是 我在這邊首先做聲明 這個下午其他的政論節目也有在討論 那大家或許會覺得講說 你國民黨那樣 我必須先聲明 個人的一個言論自由 我們都尊重 但是你爆料必須要有所本 也要善盡詳加查證的一個責任 但是正在國民黨的一個立場 他們的一個發言內容 並不代表黨中央的一個立場 同樣的 市委在這邊必須要代表黨中央 我們表態的就是說 在二月六號台南發生了這個大地震 上午七點多我起床 我們八點多文傳會 包括主發會 甚至於跟秘書長 我們就開始基於人機幾機 人力幾利的一個動作 我們也動員我們全省 尤其是在我們台南 我們當地的這個黨部 還有民眾服務社 所有的一個志工跟民意代表 大家能夠竭盡全力 第一個救災 第二個看怎麼樣子 能夠來協助到我們現場 這一些所受到災害的這一些 這一些受災戶 當然我們第一時間 我們做的處置是這樣子 所以說現在我們看到了 這樣的情況 我剛才也跟謝老師 在節目開始的時候我也講 在過年這段期間我們看到電視 真的我們不忍 為什麼 看他都是一些小朋友罹難的 我們自己也有小孩子 我們看了我們自己會感覺到講說 實在是也很哽咽也很難過 畢竟發生了 我們在追求民主的一個過程當中 除了有言論自由 我們在學西方國家 雖然你的一個政治立場不同 但是我們國家發生了之後 我們大家不分藍綠 你用的連續用的兩次言論自由 韋哲兄這跟言論自由有關係嗎 我覺得其實言論自由是要建築在一個事實的基礎上 你在戲院裡喊失火是不是言論自由 你是你是你的言論 可是你因為在戲院喊失火影響公共安全啊 要造成踩踏啊 所以你這個要受規範 那你在臉書 不是在這個節目中 你在call in進去講不實的話 重傷別人 這除了言論自由之外 這要受法律責任 要受到法律規範 可能會受到 可能是這個所謂毀謗罪 老師再借那個臉書來看一下 對照這個 是 這個事情他講說 他參加台南維冠大樓救災的時候 有沒有參加 我們給客人看一下 這個韋哲的意思就是說 邱毅說 他聽的人說他去參加救災的現場嘛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台中市都會救難協會的聲明稿 他怎麼說 他說本會前理事長王建民 有這個人 本會前理事長王建民先生 並非此次參與台南震災的現場人員 他說有 這樣第一就說不定了 第二 他說這個什麼 這個如果發現生命跡象 有台南人馬監管 對不起 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曹女士 第二個李仲典 發現生命跡象 他挖出來幾個小時 五十個小時 你說誰能夠在那邊等 等五十個小時 其實這東西 我尊重他也許他自己有救難的專業技能 可是重點是他講的這個故事 通通都是一戳擊破 比那個什麼還更容易戳破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其實何必要用這種方法 我尊重 我也尊重王建民 如果他真的是國民黨全國黨代表的話 我尊重你的政治立場 但是你要批評人家說 你如果用這種 如果是對方陣營 就用不實的話來重傷 抹黑他 我覺得這樣的話 其實你只是傷害你自己的政黨 也傷害你跟你同樣政治信仰的人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可取 各位朋友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第一件事發生的時候 第一件事發生的時候 我人家在外國 我在美國 我看了當地的新聞 我上網去看德國的新聞 歐洲的新聞都在報 所以石油兄 國內外的媒體 每天幾乎是24小時 都在現場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情 但是秋毅他們就是能夠引用 然後用來抨擊台南市政府 這對台灣人來講 這情何以堪 是 謝老師 我想我們從兩個角度來看 我們一方面要很肯定 尾則他們的選區 台南市民所表現的 在這次救難的一個精神 當然我們也看到有一部分人 在趁火打劫 用這樣的方式 擔心某些人的聲望過高 或擔心哪個政黨 因為表現良好 而用栽贖抹黑的方式 造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 這很不幸的現象 我剛才講 21世紀美國有兩個 一個是天災 一個是人禍 所發生的重大的危機 這次當然在台北 台南的是天災 六級的地震 人禍本身的圍貫 可能結構不良 可是我們來想想看 2005年 當時美國發生了一個 很有名的Katrina風災 我為什麼這次要特別向台南市民致敬 Katrina在2005年發生在 New Orleans時候 當時的國民兵進駐 一個最重要的理由 既然不是來救災 我們這次八兵團的 是進去救災 是因為很多災民 那裡趁火打劫 搶劫 但是這次台南市民表現得非常好 沒有看到這種所謂趁火打劫 可是我們看到少數政治人物 在這裡趁火打劫了 他不是在台南 他是在外縣市 他在台中 他可能是在台北 或在其他地方 他們擔心這一個災難 可能成為某一個政治人物的桂冠 他並沒有想像 在這個時候我們應該 我們都是台南人的心情來拯救 這一些可能跟我們血肉相連的同胞 沒有 所以我們很遺憾的是 本來我們很引以為傲的 台南市民沒有任何人在這個過程當中 跑去去拿人家的東西 拿人家物品拿錢財 卡吹那風災我們看到了 美國這樣水準的國家 在紐奧倫他們派進去的國民兵 既然是為了防止那些災民在搶劫 同樣的我必須要特別強調 如果在這一次裡面 我們看到了賴清德給大家示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們過去都認為觀大學問大 你當了市長就知道一切 你當了總統就你就指揮所有 他把這次總指揮的責任交給一個土木基石工會 來讓他在這個救災的過程當中 你先要瞭解他在進去搶救裡面 會不會造成所謂結構的崩壞 造成更多人受傷 他把這個很重要的責任交給了專業土木基石工會 我剛剛講過二十一世紀 除了卡吹那風災這個天災之外 大家都知道兩千零一年的九一是人禍 當時造成美國的消防隊最大的一次死難 就是九一一的時候 將近三百個人 當然九一死了將近超過三千人 就是因為他們發現在這樣大結構裡面 他們很勇很勇敢 可是衝進去這個現場之後 造成了崩塌之後死了很多人 九一之後 所以在一週年之後 他們美國消防局跟整個美國防災救助的總署 他們就擬定了一個規定 在一個超高層大樓 如果發生火災的時候 消防機進去之前先要評估 這個大樓的結構有沒有受損 會不會造成坍塌 所以我可以看到這一次 蔡清德 我們在整個救災過程當中沒有在 因為救災又有更多人受傷 就是他把一個最專業的問題 交給了真正懂得的 而不是讓個醫生 你可能在醫療方面很專業 但是結構在土木這方面 你遠遠比不上他這次請的 這位所謂的土木基石工會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給了我們一個 最重要的示範就是專業 可是我們就看到另外一些很不專業的政治人物 在這一場所謂的 大家應該團結一致救災的活動裡面 既然用趁火打擊的方式來做 我們今天剛才難怪瑞德會這麼痛苦 這麼憤怒 就是說應該是團結一心不分藍綠的 連如果這樣都要分藍綠都要分你我都要分黨派的話 台灣真的讓我們非常對這些政治人物相當的失望 我們這兩天還在水天 我們這兩天其實還在痛批無良傷人林明輝對不對 對 我突然覺得他是很糟糕 但是邱毅會輸給他嗎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民意代表怎麼會根據一個人的說法 他有沒有去查證 根據他說我記得他在這個電話裡面 這個叫王建民的先生他還說 還要問他說你又負責我負責 很多壞人也可以負責 林明輝也說我負責 林明輝甚至還公開的說他要回饋社會 他要做善事 現在你不覺得很諷刺嗎 你不知道人世間有兩個字叫說謊嗎 你沒有假設有可能有人有說謊嗎 或者是他說的不是真實不是真正的資訊 他是聽人家講的聽人家轉述的嗎 你有沒有查證 像我們當新聞記者 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不能有文弊錄 為什麼呢 你不能把放屁當作爆料 你知道嗎 不可以這個樣子嘛 你必須做查證的工作嘛 然後呢 你只聽一個人講 以前寫一百年前寫新聞的時候 那個報紙的所有的記者 畫面都要寫個雲雲 意思是聽人家講的 聽人家講你要去查證啊 你沒有去查證 不能就這個樣子 你就去張筆 就去否定一個台南市政府 不是只有賴清德一個人 你是否定整個台南市政府 整個搶救團隊耶 你怎麼會那麼吵碎 那麼輕易的根據一個 你完全不認識的人 他這樣說 這叫做居心叵測嘛 這個我必須要講 以邱毅他自詩說他是爆料天王 爆料天王的習性是什麼 總知道查證是基本的吧 所以他過去習慣是會查證的 你這次居然故意是這樣子 我認為他就是刻意 他的起心動力就是要政治鬥爭 那我今天必須要講 我覺得今天賴清德最難得的是 一個收救隊的多年的一個人員 跟我講 他說他參與過太多年的收救的經驗 他說他幾乎沒有看過一個首長 從頭到尾在第一線作爭 他說這個代表的是一個承擔 他說他覺得非常了不起 這是立下地方政府救災的典範 我來講一個我親身的例子 我過年之前我出國去了 然後這個大哥 因為他知道我出國 就這個專業人員 後來就是2月 我2月10號回來 我記得是2月11號的晚上 他那裡給我說 余小姐你人在國內嗎 他看到新聞片段 他覺得有一些補強建議 他說他想要告訴賴市長 你知道嗎 我馬上簡訊給賴清德市長 我本來想說 因為我看到報導說他都不眠不休嘛 我想說他會有時間看這個簡訊嗎 我這個簡訊能夠給他幫助嗎 我留下王先生的電話 你知道嗎 我20幾分鐘以後 我就接到賴市長的回訊 他說他已經請水利局長 跟王先生聯絡了 我馬上打電話給王先生 我說等一下台南市政府水利局長 會跟你聯絡 你知道王先生跟我說什麼 他說已經跟水利局長 剛剛已經溝通完畢 因為是專家對專家 所以非常容易溝通理解 我要講的這個例子是 這件事情發生在2月11號的晚上 已經是五六天了 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長20幾分鐘的時間之內 就回簡訊給我 那麼樣的有效率 在第一線從頭到尾的承擔 是過去幾乎沒有看過的 一邊在承擔 在救苦救難 甚至他的鞋子已經破了 開口笑了 攝影記者捕捉到這畫面 鄭義兄弟說什麼 說還說這個是在媒體前作秀 是 一邊在承擔 一邊是在政治鬥爭 趁火打劫 我要問台灣人 你能夠不生氣嗎 所以我們今天譴責無良商人 我要問的是無良政客 請問你的良心到底在哪裡 這些人爆料也很有效率啊 他們裸黑也很有效率 我真的要請問一下 邱毅你如果看這個節目 稍聽一下 你要負責把我們找出來 你所引用的王建民 是不是中國國民黨的黨代表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請教一下 四位兄 因為現在網民已經 這麼清楚的指名道姓嘛 我覺得國民黨在這邊 也應該敦促一下貴黨的黨員 邱毅去確認 是不是王建民就是那個人 我覺得不管講說他是不是黨代表 他必須要為他的言論 他要負責 我剛剛也跟謝老師講 雖然在民主的一個國家 你有言論自由 但是今天不管怎麼樣子 你是黨代表 你是中央委員 你的一個發言言論 你不代表黨中央啊 是你個人的一個言論 但是你個人的言論 就如同剛剛黃偉哲 拿這個直接來對照的啊 你說你有去現場 可是你的救難協會出的聲明 說你沒有到現場啊 你怎麼樣支援其說 我跟你說 我為什麼這麼講 我今天做老師 我如果在外面說什麼 說一個 要去做什麼事的時候 好好裡面是有這個權力 跟義務表態的呢 他如果是貴黨的黨代 我們假設如果是貴黨的黨代表 所以說我們講說他要自己出來面對 不是只有他自己啦 他要對他的言論自由負責 為什麼剛剛謝老師 我在節目一開始我就講 今天下午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第一時間我們就做澄清了 因為我們不希望在救難的同時 或者是災後 大家都希望能夠來協助 這些救災戶 大家還在那邊噴口水 我請教一下 如果是貴黨的黨代表幹這種事情 請問一下民進黨會怎麼反應 第一時間就要澄清 第二時間就依照比照結果的動作 言論嚴重傷害黨的名譽 這個黨籍處分了 光是說個人言論不能代表黨這樣夠嗎 不夠啊 黨籍處分了 第一時間我們必須要這樣子做啊 第一時間我們必須我們出來 我們在政論結論我們必須 我們必須要代表黨的立場 我們要這樣講嘛 因為剛剛老師講說如果是貴黨的立場的話 那你講說這個紀律的一個部分 當然我們有我們的一個這個考紀委員會 他們會去來做衡量做處理啊 這邊有一位被貴黨開除的 前國民黨黨委員 石學忠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假如假如現在按照網民 跟剛剛美美所看的那個資訊 這個人可能性是不低啦 如果是的話 國民黨可以說這個是他個人言論嗎 我覺得第一個 身為一個40年的黨員 曾經在去年7月15號之前 我很誠心的建議國民黨 現在從執政黨變成在野黨 那如果不希望從在野黨變成泡沫黨 其實應該針對這個事情做一個說明 因為這個坦白講我再次強調 言論自由剛才韋哲講得很清楚 美國在1791年的BLRI就是所謂的權力法案 非常清楚的寧定了言論自由 也就是他憲法修正案 可是他後來有一個clear and present dangerous doctrine 就是明顯而立即危險的時候 這個沒有不包言論自由了 所以你在飛機上喊失火 在西院裡面喊這裡有人搶劫的話 會造成騷動的話 這不包括在言論自由的範圍裡面 即使美國的憲法修正案的第一條 BLRI第一條都強調了言論自由重要性 所以這一個我覺得 國民黨不能夠用言論自由說來做 他跟我們不關他的言論自由 因為你已經造成了 我們不敢說會造成誰的危險 但是很明顯的 他是一種某種程度造成 在大家救災的過程當中 你傷害到了一些特定的人 如果有人相信的話 他就不捐款了 不捐款了 現在的捐款 我想今天賴清德再次的呼籲說 我們現在目前的捐款的費用不夠 他希望更多人來幫助這些弱勢 需要改建 有很多人坦白講 他還有房屋貸款要繳 他可能房子雖然已經不存在 這是很妙的一件事情 他不存在了 他還要繳貸款 而且我們曾經發現過 像林肯大軍類似的例子 他後來以為我的房子不存在 我不一定繳貸款 最後被法院被銀行追繳到 包括還加利息 那時候當時利息是相當高的 最後變成好幾倍的 變成八百萬 這個情況曾經發生過 那你今天用這樣的方式 或許在政黨方面 你對某一個政黨不舒服 對某一個政治人員不喜歡 但是你傷害的是 許許多多在捐款的人 他這個時候可能八億的 就停在那裡 本來可能十五億或二十億 我認為國民黨身為一個現在 目前還是執政黨 雖然沒有黨主席 可能只有代理黨主席 他的秘書長 或是包括他們的高級 你就必須要求這個黨代表 第一個做說明 你的消息來言 如果是他 先把消息來言講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 是你本身因為自己的政治立場 而提出一個完完全全捏造的話 那這個時候 他如果交代不清楚 國民黨事實的 某種程度的黨籍處分 我覺得國民黨是有幫助的 否則的話 五月二十號你變成在野黨 可能這個事情包含下去 你會不會成為一個泡沫黨 這是值得國民黨自己要深思的 是 謝謝 來 我們這段時間到這裡 休息一下 後天繼續 各位朋友 這次在台南的第一人 116人上升 多少個家庭破裂 尤其是在過年這段時間 在這個救難的過程裡面 我相信有多少的台灣人 跟著鼓掌 如果有人救出來 或者跟著掉淚 如果有人救不出來 或者救出來 但是已經太晚了 但是這樣的一個同理心 我們在這一位 王健民的身上 跟邱怡的身上 妹妹 我們看到的 剛好是一個暗黑世界的邪惡 這王健民是誰 我相信他躲不掉 他一定要出來 這個人能夠再躲下去嗎 呃 我們就說 現在是一個網路的時代 那有被漏唆 我只是唸一下 這裡面有現居台中市 然後我們剛剛就講過 我發現 賀蘭發現他的朋友裡頭 好多都是所謂的民間救難團體 然後還有呢 什麼台中 有高雄市六龜救難協會 非營大隊的 有這個蔡錦隆加油站的 還有台中的什麼什麼 救難大隊的 台中市919救援協會 非政府組織的民間救援團體 一大堆 我請問你 相關朋友很多如果都是民間組織的話 而且都跟救難有關 你認為他有沒有關係 你在看他臉書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 呃 他能夠不面對嗎 他不想面對 恐怕都沒有辦法 因為人們會去齊敵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我還是要問 邱毅 蔡正元 你們的良心在哪裡 你們的態度在哪裡 如果今天這個真的是錯了的話 你不應該出來道歉嗎 我還是要講 今天我還是不是要為難 我們的這個副主委 而是如果真的是國民黨的黨代表 國民黨可以說這是個人的言論自由嗎 已經人們全國都在心裡頭淌血 結果你在這邊製造政治上面的仇恨 你在這邊製造各種的扭曲對立 在傷口上面撒鹽 撕裂全體國民的感情 然後如果這個人是國民黨的黨代表 你說這個是個人的言論自由 這樣的話 國民黨請問一下 他配作為一個 即將作為最大的在野黨 他配嗎 一個黨職 他不是一個普通的黨員 如果是一個黨代表的話 就好像你副主委 你是國民黨發言人 當然你的發言一向都很好 今天你可以說我講的話 是個人的事情 所以個人的言論自由 可以嗎 你是黨職 我告訴你 黨代表也是黨職 如果這件事情 國民黨不徹查 如果徹查出來 他真的是國民黨黨代表 國民黨沒有一聲道歉 沒有一聲負責任的話 對於邱毅跟蔡振元的行為 沒有一點點的處罰的話 那我必須要講 國民黨你走路泡沫 也不過是遲早的事情 因為你不應該在全國最悲傷的時候 居然在傷口上撒鹽 而對你們的高級黨員 居然是束手無策 市委兄能回應一下嗎 不會想說對於我們相關的一個黨員 我們都沒有這個約束的一個行為 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我也講 雖然是個人的言論 是有個人的一個言行舉止 你都要為自己的一個言行舉止 你要負責任 那我相信我們剛剛也講 站在黨中央的立場 我們都希望大家哀驚勿喜 大家共同的來第一時間協助救災 能夠協助這些救災戶 那假設真的是查證屬實 我們有相關的一個考計的一個規定 我相信考計委員會 他們會做成一個處理台式 謝謝 至少會有一個處理 但是各位朋友 我們面臨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邊還有考計委員會 像這一棟大樓 圍觀金融大樓 五記條 或者是五面牆 設計的學習有 起床是沒有 要找什麼人 是韋哲兄 我覺得其實這個部分 老師剛剛秀出來的這個是 所謂的當初申請建造的 後來就是在建造一半的時候 隔年83年的時候 就又變更設計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 檢方或是司法單位要調查說 這幾面牆如果拿掉的話 是什麼是隔間牆呢還是簡力牆 是有沒有負責 負擔這個 或負擔這個大樓的承載 如果答案是有的話 那就很清楚了 為什麼做這個變更 所以無非是為了增加那個賣場的面積 或者一樓的使用面積 或增加它的視野 但是公務人員 就是建築師 你要計算那個承載力啊 如果你沒有計算承載力 甚至於坦白講 建築師有沒有計算承載力 沒有嘛 因為他就借牌根本就不是他畫的 大家看一看 除了看剛剛那個設計圖 就要看台南地方法院的新聞稿 清楚的講啦 講什麼 講維冠金融大樓在有 孤金數量減少變細 數量減少又變細 然後呢大樑組斜 彎腳彎勾長度不足 鄉林的鋼接鋼筋續接沒有在錯沒有錯開 第二個更嚴重 建造人的建築師是否有借牌 很清楚 第三 營建商是借牌的 建築師也借牌 營建商也借牌 然後呢 這個被告這幾個建築師 又有在用通訊軟體在算購 一堆違法 但是韋哲兄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台南市政府已經申請假扣押 2.6億 這是紙上的2.6億啊 要找什麼人 要找第一建商第二建立書啊 第三個大家在找 因為還在找其他的譬如說 他原先的公司 微貫公司 是不是有其他的股東董監事 另外在找什麼 因為那個林明輝他變更好幾次名字 開了好幾家公司 那好幾家公司有沒有財產 如果有公司的財產 我覺得可不可以扣押 大家努力把那個找出來 因為犯錯的是他們啊 你要我們納稅員的稅金 來繳這個 來替他負擔這個錯 其實我們是心有不甘的啦 坦白講 我們認為災民是很值得同情 但是我們覺得其實林明輝 或者其他的人 如果真的有錯的話 應該負最大低限的責任 其次如果真的不夠 因為他的財產就這麼些 那我覺得其實社會上 第一個要有善款 或者是有我們的公務預算 去支柱 行政員不是才撥了五億 給臺灣市政府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個部分司法訴求要最先 並不是說 我人肉減減 因為業務過失致死的 最高行度是多少 五年啊 那如果他低 他因為沒有錢 搞不好判個兩年 判個兩年執行 一年就出來 就可以假釋欸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是太便宜他了嗎 沒有現在問題在這邊 我聽說林明輝他的第一桶金 就是因為幫一個角頭大哥 大概幫他處理一些事情 反正做了老 然後角頭大哥給他第一桶金 那他有了第一桶金以後 出來到處蓋建案 都蓋常常都蓋到一半 就蓋不下去了 然後讓金主就沒有辦法了 後來呢他再去找別的案子 然後再跟原來金主說 你讓我把別的案子做完了以後 我才能夠還你錢 那就這樣到處變錢 到處改名字 所以說很多問題啊 所以說要討是很困難 但台灣之前有兩個案子 一個叫做東新大樓 一個叫做博士德嘉 一個在台北市 一個在新北市 他們的案子 也許可以拿來參考一下 我們這段先告一下 休息一下 好 各位朋友 這個社會真的有 非常非常多有愛心的人 但是很遺憾的 有少數邪惡的人士 讓人家感到難以相信 這一次的震災 到目前為止 大家都想到 1999年921大地震盡 台北斜東升大樓 87人死亡 官司打了14年 10年以後才重建 我想一下 當時 這個還是台北市市議員的石修兄 我們看這個案子 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未獲得任何的賠償 雖然判賠 然後建商 鴻神建設謝龍勝 2006年死亡 繼承人 拋棄繼承 然後營造商 鴻固營造 杜明福 脫產遣到海外 監控無力償還 大家 看到這樣的歷史 全部整個腳都軟下去 其實在某種程度 台灣有時候你會發現 包括過去這些 做黑心有兩億交保 可以變成無罪 台灣是犯罪者的天堂 像這個黑心建商 它可以一按再按 換了名字去去弄 要是不是今天死這麼多人 它繼續還在做它 蓋它的建商 所以台灣變成一個犯罪者的天堂 我覺得事實上市政府 如果說今天賴市長 他能夠坦白講 這一點非常不容易 如果今天在年夜飯 就如同他可以比照 當年在八八風災說 我父親節為什麼不能 跟我的岳父一起吃飯 如果年夜飯 他為什麼不可以 跟他的家人稍微小句 但賴清德放棄 賴清德不眠不休的 甚至造成就剛才大家提到了 連國民黨前主席 現任總統馬英九都說 賴清德你休息一下吧 太累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 賴清德如果有這樣子 將心比心的 我是建議他 如果東興大樓 是一個失敗的例子的話 在這個案子裡面 你可能要分幾個層次來看 第一個 這裡面很多真正的最受害者 如果將來重建 他沒有辦法獲得好處 因為他是租房子組的 可能那個房東 不管是不是他打掉房的 一二三樓的那個藍太太 他可能獲得最大的利益 他變成新屋了 所以我覺得你要看 誰在這裡面受害最重的 例如說某一個人可能絕肢了 某一個人可能是父母 或是親人喪失了 他需要在心靈 在身體上的重建 但是問題是 他如果重新蓋大樓 你不管這五一八一三館 他分不到 因為他租房子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賴清德 賴市長如果這次救災表現這麼好 在這一次 除了救災 未來的善後的問題 他也能夠做個示範 就是你要將心比心 苦民所苦去了解 而不是馬英九當年為什麼 東興大樓造成那麼多憤怒 很多民意代表陳其 他就一律是什麼 依法辦理 我們看到太多的案子 碰到財團 碰到大型的建商 他的法律可以轉彎 可是碰到小市民 然後一些依法辦理 所以這個官司 一打二打三打 到最後透過民意代表協調 你們就來做 某種程度的協商賠一條 他不肯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 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你收到可能五億 可能未來八億 可能十億 可能二十億的時候 你要了解 這些錢要用在 包括我們現在就有 韋哲也是台南市選出來的 立法委員 你正要了解 真正受害的 他可能將來領不到補償款 就像我所說的 那個房東 他從舊屋變新屋了 可是他是租給張三 而張三可能死了三個孩子 剩下一個人在這個 他將來的心靈 他將來的身體的復健 我覺得賴清德 在未來 不管善款 未來從八億二十億 你要好好的御用 誰才是受害者 誰可能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他不但沒有受害 他還變成了某種程度的 財富的累積 而你相信 那一些捐五百 捐一萬 捐兩萬的人 他願意讓這個 本來是舊屋的房東 他本來是有十幾戶的 這裡面他有三戶 那邊有八戶的 他的三戶本來一瓶十萬 現在變二十萬了 而那個在租房子 他的家庭可能破碎 他的身體可能受了傷害 他可能什麼都領不到 其實在這一點 我覺得賴清德 可能在未來 你前面做得很漂亮 在這個把台北市 馬英九 當年對東興大樓這個案子 一切依法 對不起 除了法律之外 人情跟毅力 可能考慮進去 我相信賴清德 才會在這一次 前面做這麼精彩 後面我們能讓你看到 真的一個苦民所苦的事 所以那些罹難者可能的慘境 目前可能還不是最糟糕的 我希望聽到這些話 不是只有賴清德 我希望王建民那個王 還有邱毅加上蔡政委等等 他們應該聽到這些話 不是嗎 因為我不知道王建民先生 是不是就是國民黨的那個黨代表 我相信不然查 明天隨便一查一通電話 就可以問清楚了 到底是不是 你的新聞如果真的是 確定是同一個人的話呢 你的新聞來源是哪裡 你有沒有在第一線的最前線 那個地方去執勤 有沒有 你是自己看到的 親眼看到的 那還是聽人家講的 我相信明天很簡單的方式 立刻可以查清楚 如果沒有 那你就黨紀處分 很簡單嘛 有損黨域不是嗎 民間黨是一個 任何黨也是一個社會團體 他有黨域的問題 對不對 然後賴清德市長 我這次必須要 特別給賴清德市長 跟他的這個市政府 還有所有的 包括錦毅 蕭民間團體 參與這個救難的人 全部按個讚 不要說他的那個鞋子 開口笑了 這沒什麼小事情 他自己也不希望人家 把這個交點放在這個地方 那可是呢 從這個地方看到什麼東西啊 看到一個 他也可以不要這樣啊 他可以可以 可以叫一個副市長去這樣子嘛 對 新北市不都叫侯友宜嗎 台北市東京大樓的時候 請問現場指揮官是誰啊 歐清德 欸 副市長為什麼不是市長馬英九啊 馬英九在哪裡啊 你知道嗎 就因為在受困第六天的時候 孫氏兄弟走得出來 歐清德看到以後抱在一起 痛哭的那個畫面 得罪了馬英九 這應該光環屬於他的啊 你知道嗎 可問題那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當時台北市消防局長張柏青 跟我是好朋友啊 他連續站幾乎都沒有做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的腳小腿 可以長一倍 因為這樣水腫這樣長到一倍那麼大 長到後來連走路都會痛啊 你知道嗎 那歐清德就跟他在一起在現場這樣救 所以歐清德在那場 東興大樓的戰役裡面 得到台北市民的那種鼓掌聲啊 很簡單 你站在第一線跟人民站在一起 人家會給你掌聲嘛 東興大樓跟信莊博士的家有什麼不一樣 東興大樓是明顯兼攻最後 五個人嘛 五個人後來判賠一億多對不對 死的死 拋棄繼承權 然後跑的跑 逃的逃 最後一個監工判了一年半 你知道嗎 沒有用一億多拿不到 最後呢 就打國賠 國賠了以後呢 打到後來一審二審都是東興大樓贏 市政府敗訴 不分國民黨還是民進黨所有的藍綠員都說 馬英九市長你不要再上訴了 你就給他們吧 不肯 硬要上訴 你知道嗎 然後你知道這個後來是 郝龍斌這個當繼承 繼任當台北市長用 用和解的方式把它處理掉 用一億多把和解處理掉 然後你知道博士的家 信聰博士的家 那個蘇貞昌縣長 那時候是怎麼做嗎 那時候不僅跟災民站在一起去打官司 去從建商那邊打官司 然後獎勵容積率的方式幹什麼 他甚至於還去募了幾萬公斤的鋼筋 幹什麼 從建的時候就用這些鋼筋建 四年給你蓋齁 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首長 什麼樣的心態 今天蘇貞昌選擇跟災民站在一起 帶領的災民去對付不良建商 今天台北市長 簽台北市的馬英九先生 你去對付台灣台北東興大樓的災民 你知道嗎 這就是不一樣的地方了 這個我也記得 那時候有災民上電視 哭著說 市長你們饒貨我們 我們已經欺離紙上 家破人亡 我們還要付錢租屋 結果你寧願花幾百萬的訴訟費用 來跟我們打官司 在打官司的時候 博士的家都已經蓋好了 那我再講到說那種承擔以外 我來講一下回應一下 這個是台南市政府他們傳給我的 台南市0206地震災害補助事項 救助事項 各位包括生活的輔助 災害救助災害慰問金 救學的福祉 孩子們救學的問題 教育方面的這個急救 心理的諮商 如何協助就醫 生活重建 包括如何協助就業 建築物的損壞評估 房屋的重建 租屋的補貼 租稅上面報稅怎麼樣的輔助 金融的服務 兵役 法律服務 實得物認領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及紓困 這些通通都已經有一欄表出來了 而且還有問答集出來 你該怎麼做 在你這需要幫助的時候 那麼包括賴清德市長也說 如果原地 他如果能夠都根土壤可以的話 那他孕育容積率更高 那這些災戶們 如果說能夠同意的話 大家原地都根 如果度地質可以 如果說沒有辦法 災戶們沒有那麼多人 七成以上的同意 那至少他另外會找地 要來安置 要盡一切的所能 幫助這些需要的受災戶 因為他是我們的兄弟姐妹 我想這就是手掌的不同 心的不同 能力的不同 你就會看到結果的不同 我就立刻想到王如璇去花一千萬 去告那些官場的功能 是文化不一樣 還是說台灣真的有兩種人 我覺得其實就存乎於心 那如果說你心是佔老百姓在一面 你當然處處會設想 大家再看看 剛剛梅梅提到 這也是台南市政府的這個 現在事情發生才幾天 0206地震重建計劃 這裏面都很詳實的 把這個所有的計劃都提出來 那當然我覺得其實經驗是累積的 過去可能很多市府的官員 就看到過去很多沒有跟民眾 站在一起的政官員 做的那個行刑 所以才有改變 包括張善政 張善政我相信他也是看到 佳英華是怎麼樣的散佈 怎麼樣是在那個高雄 震爆的時候 12天後 12天後才到現場 那張善政第一天 3點57分地震 7點鐘都做行政專機 對不起請問佳英華那個時候 當行政院長 他沒有行政專機嗎 有啊 他為什麼不去 這是這個心態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其實今天才有這個 江春蘭 也就是司馬 他才寫一篇文章說 張善政來晚了 但是剛剛看這個文章說 有啊 他第一天都去再去 不是 他去行政院來晚了 當行政院院長來晚了 所以說 石修兄 其實這一場震災 這一場地震之災啊 讓台灣人真的是百感交集 其實剛才瑞德講的那些案子 那個高好東新大樓就是我的選區 他講的真的我們都不好意思談 就是當一個首長他沒有去將心比心苦民所苦 他一切按照法律來辦的時候 你真的是非常痛苦 我們當時這個國民黨的議員 又在我們的選區跟市長怎麼溝通 他一切按法律來 對 這是讓我們坦白講 這也是今天我們看到的 的確來晚了 為什麼 馬仁九後來說我們都是台南人了 他在下台了 主席輸掉了 總統輸掉了 國民黨支持年輸掉了 他也講出了一個將心比心的話 當然這基本上來講 的確讓很多人都感受到感動 但我真的希望 我們永遠不要把自己的成功的經驗 建築在別人失敗的經驗上面 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 當你成為這個官員的時候 你賴清的一個人